月薪一万五,在北京,我活得像个笑话 大学毕业后,怀着草根逆袭的想法 我来到了北京 北漂五年,听到最多话就是回来吧 但是看着这个繁华的都市 还有我那个没有完成的梦想 我舍不得回去 总想着再坚持一下 北京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就有我的机会 因为我家也是农村的 刚毕业的时候 月薪五千,在我眼里就是高薪资群体了 尽管我大学不错 但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更高的薪资 简简单单选择一家 听起来待遇还不错的教育机构 当时公司给的待遇是五千元加提成 当时我很高兴 觉得自己总算找了一份好工作 但是为了上下班 我在公司附近租房群里看到房价后 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是太便宜了 一个很普通的标间需要三千五 是我多半个月的工资 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了五环以外一千八一个月的城中村 这样的话虽然房租便宜了很多 但上下班的时间却成倍增加 光每天的交通就僵硬四个小时 这让我很烦恼 上班族都知道早晨的地铁非常拥挤 哪有想象中的可以切业的读书 有的只是脚步沾地的窘迫 工作几乎夺走了我所有的精力 每天两点一线让我越来越封闭 只要是休息日我就想睡觉 哪有时间学习 更别谈什么职业规划了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 以至于我除了天安门长城 没有去过任何地方 我大学时期的朋友来旅游 让我推荐相关好玩的地方和交通攻略 我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世界好像就被困在 北京六号线这趟地铁上 其他地方我一无所知 我跳槽后心资涨到了一万五 但我依然活得像个笑话 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天特别干冷 我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图便宜 住了一个没有电气的老破晓 然后就在那冰冷的水里洗厚衣服 双口冻得通红 北京很繁华人却很冷漠 冷漠到之前的同事离职后就天各一方 冷漠到你可能不知道你隔壁室友的名字 五年的时间里我认识了不少朋友 但是慢慢的都走散了 五年后我还是截然一生 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去医院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逛街 在老家全村的同龄人里 几乎都把我当作榜样 高考全市排十名 毕业之后留在北京 但是自己过得怎么样只有自己知道 格局决定 格局决定一切 即便是我很想否认 但依然无法改变骨子里的小气 在处理某些事情上 我的做法和想法真的与大城市的孩子相差甚远 我爱城市的融入 是模仿他们的行为方式 但是全部都变成了东西笑品 成了同事的笑话 尽管我现在薪资在涨 但我依然很节省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攒这些钱有什么用 为了怕别人笑话 老家已经回不去了 但是留在北京也买不起房 只能混合呜呜过着 毕业五年 我不敢交朋友 不敢谈对象 活着像个手台奴 手里却只有那点可怜的钱 唯一的消遣就是公园 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地铁 手机一用就好几年 电脑坏了修好再用 大多数北漂族和我一样 买不起车买不起房 别人看着很风光 自己却知道高不成低不就 在老家和我一样年纪的朋友 孩子都生了两个了 我也不敢回老家 不敢去参加什么同学聚会 虽然看着挣得多 却是全场最狼狈的 这种焦虑感和危机感 随着年龄的增加 越来越强烈 但是我却无能为力 北京就像是一座围城 里面有人想出去 外面有人想进来 来来往往 不知疲倦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但我确实是累了 还没脸回家 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